志工從沙家緬度的會所裡 將一箱箱的毛毯陸續搬上車 北加州天堂市靈火延燒一個星期了 慈濟志工已是第三度準備毛毯 要前往庇護所發放 我們大家都知道 我們這些物資都是十方大德的善心 但是天氣這麼冷 需要的人我們都給 甚至我個人想說 如果萬一他說我真的需要兩條 我們要不要給 給啊 大火慢燒的災區完全不見藍天 灰蒙的空氣中還充斥著濃濃的燒焦味 志工即使戴著口罩依舊有不舒服感 但他們心系災民 在奧羅維爾教堂 有些災民躋身在帳篷或以車子為家 志工一一問候關懷他們 我會移動外面 它很冷 但它會把髮頭放在我的臉上 所以謝謝你給你的衣服 入冬之後的北加州 白天氣溫只有攝氏零下一度 很多災民都是倉皇逃離家園 志工送上的一條毛毯 或許就是他們目前的所有 我失去我的家園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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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失去你的家園 我失去你的夜夢 你不可以醒醒 我感謝這些人 他們給我們這些美麗的 瘍子 和製造的製造 製造 你知道 這是一個美麗的事 Sushi 因為他們是完美的夥伴 在一起工作 在一個嚴重 大愛新聞 珍珊美之工 吳智慧遺書人 美國報導